今天就是那個盧智大福地 那大福地是從以前中國安徽的一位 士大夫留下來的他以前的宅地 那你會看到跟台灣很多閩南市的建築不一樣 就是它會比較平面一點 它都是白牆 黑瓦 它可以足夠展開那個它周圍的一些風景 因為它那邊風水真的很浪費 所以它是一個水的主要 它可以進去裡面的關係 它其他的那個特色的話 會很住在於它裡面的木雕跟石雕 它的磚雕 那我們可以繼續走 那這邊它會迎接客人的時候 我就是走進來這一邊 那可以看得到 他們其實這個木雕不是像我們現在可以去IKEA 去買個東西回來裝飾 其實它可以 它有另外一個作用 就是它是拿來可以替石跟當交材 所以它會 它去蓋一棟這個房子的時候 會有一些想注重的 譬如說自己家裡面以前是官人 還是有經歷過什麼的戰爭之類的 會把它記錄下來 傳給那個後代來學習 因為以前沒有學校 所以都是來到家裡面去學習 所以它裡面很多 每一塊都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雕刻 一個是不 慢慢一顆一顆去掉出來的 我們看到這個就是它房子的前方 那它最大的柱子還是在這一邊 這四邊 那他們會挑一個方向 其實要蓋這個房子的第一件事情 他們就會先要把自己的材先買下去 所以他們好像如果我沒記錯到 它是找一方 好像做南朝北的方向 去把自己的財 家庭的財去買下來 那這樣子 這種房子就會代表它會穩固這個 這一個家族的它的財業 另外就是它會挑最高的房 那個住址 房子最高點的地方 會夾一雙筷子 筷子在哪裡 筷子是做什麼 就是希望說你的 你的小孩會快快 那個生小孩這樣子 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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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有這個用意 所以它其實很多很多 小小的起碼的東西 那個故事在每一個角落都有 那我 我叫做John 所以有空可以過來我們這邊 我們現在在陸竹 我們把它帶回來整棟 從中國安徽帶回來 來給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安徽的故事跟文化 謝謝 大家好